外车怀骨 直接下面 外车怀骨 这边是有点硬 但前面一点点有凹进去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秋虚 谢谢 看完这个视频的内容 那后面的话 真久培训班有关的内容 所以不需要的人 的话不用继续看 可以关掉 现在疫情的问题 越来越大 看起来不容易 结束的感觉 以前的话想学习 针究的话一定要来韩国 然后一对一的 学习 其他办法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有点 麻烦 但现在呢不是麻烦的问题 不可能对吗 疫情的问题发生以后 不可能来韩国 然后学习针究 那现在呢 所以我考虑考虑 或开始学习 视频会议 APP 来可以学习的 最近的话 最近的话 ZoomAPP 比较好用 可能很多人熟悉 这个APP吧 所以如果想学习